印度国产航母这方面创下新纪录,美俄都不是对手,中国更是做不到,从亚洲这个范围来看,除了我们国家是公认的大国以外,印度也把自己当成了大国来看待,因此他们一直也是很喜欢把我们当成假想敌。 总是想方设法在某些方面超过我们,印度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思,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觉得大家都是邻居,起好的时候都是差不多,毕竟从二战结束来看,各方面条件都很相似,另一方面是想要在地区事务中扮演大国的角色,不过这么多年来的发展,他们在很多方面都难以与我们相提并论, 但是在电子技术,火星探测等方面,印度确实还是走在了我们的前面,这也是他们为数不多可以夸耀的地方,当然即便是美国,他们也不敢说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全世界第一,所以对于印度人现在的这种发展,我们还是应该客观公正的看待,印度在经济实力,军事装备等方面,一直处于追赶者的角色, 所以他们也是很变屈,但他们也有一项能够扬眉吐气的地方,就是他们在航母建造方面所耗用的时间,也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国家,甚至就连美国和俄罗斯也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,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实际记录,也不为过。 当年我们国家把乌克兰买瓦梁格号买回来的时候,他们就已经开始着手建造国产航母了,然而我们克服重重困难,把瓦梁格号的相关构造技术也是完全摸通弄懂,最终改装出辽宁舰的时候,他们的威克兰克号还在建造之中, 现在大家也能看出,我们的辽宁舰已经下水服役超过六年了,他们的那艘航母还继续滑在水里不声不响,现在我们的国产航母已经完成了两轮海誓,很快就要服役的时候, 他们那边却传出了消息,原定于2020年建造成功的航母,有可能无法按期交付了,必须被顺延到五年后,也就是2025年,所以说印度人要想亲眼建造他们的国产航母,还必须再耐心的等待几年才行。 事实上在军事装备方面,与我们国家以自力更生为主相反,印度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线,几乎全是靠近口,这也直接导致他们的军工生产能力很落后,所以他们的航母迟迟难产,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了。 不过印度却不肯承担这个事实,反而打言不惭地表示,自己的航母才是世界最先进的,各种设备都是性能最优秀的。 当然他们这艘航母确实也是花了大价钱,而且还请了不同国家的专家,然而他们的这艘航母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建造出来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